坐标平面上有3向量,A向量等于坐标12,B向量等于坐标3-4,C向量等于坐标-5-6,是就下列各小题的值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小题,A向量加2倍的B向量,内积C向量等于多少 那么第一小题呢,首先我们就来先计算A向量加上来2倍B向量 那么因此呢,就会等于A向量,停不给我们的坐标是12,再加上来2倍的B向量,给我们的坐标是3-4 那么因此呢,就会等于12这个向量,加上来我们把2倍乘进来 所以2乘3得到6,2乘上-4,得到4-8 这两个向量相加,S分量相加,所以1加6我们得到是7 2加上-8,我们得到4-6 那么接着呢,我们再来计算A向量,加上来2倍的B向量,内积C向量的值 所以呢,等于前面这一个呢,是7-6这个向量 那么内积C向量,停不给我们C向量呢,是-5-6这个向量 所以呢,这两个向量内积定义呢,是7乘上-5 我们得到呢,是乎35 再加上呢,乎6乘上6,计算结果呢,这里是乎36 所以呢,乎35减36,计算结果得到呢,是乎71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,A向量-B向量,内积A向量加C向量 那么第二小题呢,内积的值 所以呢,首先我们来求呢,A向量-B向量 那么因此就等于呢,A向量是12 再减掉呢,B向量是3-4 所以呢,两个向量相减,S分量先减 1-3,S分量是-2 Y分量相减2-4,就是2加4 所以呢,我们得到是6 接着呢,我们来计算A向量,加上呢,C向量 所以呢,A向量是12 加上呢,C向量,题目给我们呢,是-5,6 所以呢,两个向量相加,S分量相加 1加上-5,得到呢,是-4 Y分量相加2加6,我们得到呢,是8 所以呢,题目要来求A向量 减掉呢,B向量,内积A向量,加上呢,C向量 那么因此就会得到呢,A向量-B向量 是-2,6,这个向量 那么内积呢,A向量加C向量 是-4,8,的这个向量 那么因此就等于呢,根据向量内积 -2,乘上-4 这里呢,我们得到48 再加上6乘上8 得到呢,是48 8加上48,计算结果 我们得到呢,是56 所以呢,第一小题 要来求呢,A向量加2倍B向量 内积C向量 我们计算结果呢,得到这个值 等于-71 第二小题呢,要来求A向量-B向量 内积A向量加C向量 我们计算结果,得到它的值呢,等于56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